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语言 今天是第27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必报的定义与延迟执行 同志们先停一下 您可能看到我这个标题之后 就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 为什么 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个标题 是吧 这都是干什么 它要说什么事 是这样啊 我今天给您讲的这个课题 可能您不会马上用上 但是 听好但是 但是呢 您要把它作为够语言中一个数据结构 记住 为什么 因为您不定哪一天编写高级的应用的时候 您会发现 您会这个支持点 结果呢 这个工作呢 就您可以做 进行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好不好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必报的定义与延迟执行 特别是延迟的执行 是干什么的 好不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 今天这个支持点呢 是您和别人差别化的一个支持点 我可以保证 好咱们看啊 今天的支持点呢 就一个定义必报 并延迟执行 它 定义必报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定义一个不带名字的函数 对吧 那么延迟执行 它是干什么的 一言以必知 咱们每次调用一个函数 会马上返回一个结果 对吧 比如说 咱们定义一个加法函数 传XY 最后呢 给它返回一个X加Y 对吧 那么 咱们定义这个延迟执行 是干什么的 也就是说 咱们调用函数时 它返回的值 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您下一次传的值 返回上一次的结果 说了有点绕啊 绕我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代码啊 这个呢 是够严重 给咱们听了一种机制 比如说 今天呢 我给您讲延迟执行的数据结构 下期我就给您讲 它活用它 该怎么使用它 好不好 咱们今天呢 先理解这个数据结构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往下看啊 咱们进入代码的部分 代码的部分呢 其实很简单 我呢 马上给您手工敲啊 咱们今天还是采用这个手工敲代码的方式 试一试啊 怎么敲 一敲 您就发现 今天这个概念其实真不难 首先 干什么 咱们先定义函数 这函数名叫什么 首先我先跟你说我要干什么 我给您在这个地方 第五行开始 我给您定义一个返回一个函数的函数 就干这个事 好不好 马上定义啊 这函数名叫比较特殊 咱们叫mylaterfunk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延迟值型的函数 也就是说 咱们刚调它的时候 并没有返回真正用户的值 而是用户在下次调用它的时候 根据上一次的值 再加上下一次传注值 返回一个综合的值 好不好 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有点抽象 好 没关系 咱们试试啊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咱们返回不是死寸 不是int 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咱们返回这个函数的接口呢 是传一个参数 返回一个参数 都是死寸型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在这函数题里面 咱们干什么 首先咱们定义一个 内部保存的值 内部保存啊 你可以保存任何值 都可以啊 咱们先熟悉这个数据结构 咱们再说其他啊 好 然后咱们这个mylaterfunk 这个函数 该返回什么内容呢 我在这再给您定义一个 匿名函数 注意看啊 咱们在这返回一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函数就是 咱们接口函数 咱们参数是new 这是一个新值 它是死寸型 返回一个死寸型 OK 大家请看 咱们这个值 是返回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接口呢 是一个参数 加上一个返回值 都是死寸型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就把这个接口呢 进行了一个实现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我现在圈的这个地方 和咱们这返回值 这个接口是一样的 对吧 传一个死寸型 返回一个死寸型 没错吧 我这写可不难啊 别有朋友说 你这大码写难了 一点都不难啊 对吧 咱们就返回这么一个 匿名函数 这个接口呢 实现了咱们 这个函数返回值的 接口定义 好不好 OK 咱们拿这么大写啊 咱们返回什么 首先在这地方 咱们先声明一个变量 result 咱们就返回它 行吗 这个result返回什么 大家请看 我返回是上一次 传回来的值 然后呢 咱们把上一次 传回来的值 再附上新值 作为保存 然后呢 返回result 好 大家请看 我在这儿干了个什么事 比如说 一上来 您传一个1进来 那么呢 这个值 新值是1嘛 对吧 然后呢 我返回上一次的值 上一次咱们没值嘛 对吧 那么 把这个上一次的值 从这地方返回 然后呢 把这个老值 变成这个1 这个新值 要保存起来 那么下次 您再传到2的时候 那么它会接收到 上面的1 复回result 然后返回这个1 同时呢 把您传到 新传这个2 作为一个老值 保存起来 那么您都看到 一个什么结果 看到一个 您传这个参数 您传参数 传123 返回值不是123 而是上次那个值 比如说您传1 什么都不返回 您传2 返回上次的1 您传3 返回上次的2 这就是一个延迟结果的 执行的效果 好不好 咱们马上看结果 函数我给您定义完了 接下来咱们马上执行它 怎么执行 我下面给您写 比如说咱们定义一个 函数1 然后咱们比如说 就生平这么一个 函数类型 相当是函数类型 对吧 它给您返回函数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函数1 大家看 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参数的函数 同时呢 还有一个返回值的参数 然后这个参数和返回值 都是四寸形 行吗 那咱们试试 比如说咱们F1 调用一个 Hello 行吗 OK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结果 Result 去接收到F1的返回值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在这张上下敲错了 Result 是吧 然后咱们print一下它 把这Result print出来 Result 好 大家看看代码变完了 那么咱们大家看 我这个代码如果现在运行的话 会返回一个什么结果 对吧 我调用一个延迟函数 它给我返回了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再调用它的返回函数 传入一个Hello 对吧 传完之后 Hello之后 我接收到这个函数执行的结果 然后呢 打印在屏幕上 大家说 我现在这个代码呢 能执行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 屏幕上什么都没有输出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调用这F1的时候 它给我返回的是一个老值 对吧 是一个老值 对吧 是一个老值 这个老值是没值的 所以说呢 您看不到任何的结果 咱们马上执行一下 试一下 Go 软 闷 大家请看 主线程开始进行 然后什么都没有 对吧 OK 咱们再往下走 然后我怎么做 我再打印一个 比如说Hello Go 这时候该会怎么做 这地方不应该加冒号了 大家请看 现在是个什么意思 我调用了这个函数一次 然后呢 打印出返回值 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记得老值 那么我第二次再调用它 我传进去的是一个Go 然后呢 再接受一个返回值 再打印什么 神奇的是 再打印出 它上次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Hello 咱们试试看结果 这就叫做延迟之行 大家看看 弱智是吧 比刚才慢慢拍 我都调了 Go了 它再返回上一次的Hello 那咱们再来一个 咱们再来一个 比如说Hello Go World 行吗 你好 够原世界 好 这时候怎么办 那请看 我传Word的进去 然后接受的返回值 再打印 它返回 它是上一个Go 是吧 这Word还是没有看到 咱们试试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延迟之行的结果 我通过我例子 应该给您讲明白了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函数的里边 咱们其实是做了一个状态保持 我今天呢 仅仅是给您保存了一个旧的状态的值 其实在复杂的夜罗位中 您可以保存任何的值 您返回了这个函数的结果 不是您本次传入的值决定的 而是呢 还要看上一次您传入的值 两面一商量 决定本次函数 要给您返回什么值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数据结构 您呢 要把它记住 能干什么 我下期会给您使用这个机制干什么 咱们模拟一个数据生成器 用它就可以模拟出来 也是不很难 咱们下期再给您讲解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咱们必报的定义 以及延迟执行 您听起来呢 可能有点云理物理 没关系 咱们下期 我给您举个实际例子 数据生成器 您呢 就会明白 好好 OK 然后呢 我今天的代码呢 我尽量把它缩短啊 不是很长 便于您的理解 不理解呢 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好不好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就到我的GitHub 下载今天的代码吧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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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